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最新消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帕尔德尔扎文号巡逻舰 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布尔港附近 撞到了自家布射的水雷被炸毁 成功自我去军神化 据悉,该舰于2020年11月27日 在新罗西斯克港获准加入黑海舰队 其舰载武器包括一门76毫米口径舰炮 多具榴弹发射器和多艇的克尔德重机枪 舰上可部署卡27PS直升机 无人抢航器和无人机 此前俄方共有四艘22-160型的获益舰在服役 其他三艘分别是瓦西里·贝科夫号 德米特里·罗加·乔夫号和谢尔盖·科托夫号 现在都风声鹤唳朝五宝夕 俄罗斯黑海舰队剩下的主力舰艇是两艘 11356型护卫舰和六艘击落级潜艇 以及三艘巡航舰 此外还拥有一些小吨位的非主力舰艇 比如五艘毒蜘蛛级导弹艇 三艘22-160型巡逻艇都适合近海防卫 作战能力有限 目前这些舰艇暂时都在本土的罗西斯克港安置 不敢抛头露面 10月12凌晨 俄军发射33架无人机 袭击了乌坎后方 被乌均击落28架 拦截率为84.8% 同时在俄罗斯境内的比尔格罗德 再次遭遇乌均无人机打击 并引发大火 俄乌战争已进入第596天 可能是要趁哈尔冲突震撼 这两天俄军突然向乌均接连发起大规模反击 但却遭遇了史诗级的惨败 谁惹消息 过去一天内 俄军阵亡820天 34辆坦克91辆装甲车 一天损失125辆坦克装甲车 两人震惊了 10月12日乌坊发表消息 俄军在过去一天又阵亡990人 损失42辆坦克44辆装甲车 人员阵亡再攀高峰 一天内又损失86辆坦克装甲车 再次震惊了乌俄双方 10月10日和11日仅这两天 合计俄军阵亡已达1810 同时损失211辆坦克装甲车 可谓是史诗级的损失 而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阿弗地夫卡损失的 俄军在阿弗地夫卡发起进攻 试图吸进乌军主力 并占领更多领土 俄军出动了约2500至3000人 约250辆坦克装甲车 分别从南部的沃达内和东北部的 克拉斯诺霍里夫卡发起进攻 结果 结果遭遇乌军第74旅团和第28破兵团猛烈打击 整个装甲纵队基本被全歼 有图像资料表明 俄军装甲车和坦克部队在这里成片的被摧毁 根据乌总参的说法 俄军在进攻中损失大量的装备和人员 俄军在24小时内损失34辆坦克和91辆装甲车 乌军炮兵顺势将巴格木特方向的火炮转向 轰击阿弗蒂夫卡 同时进攻奥皮地面 俄军的装甲纵队遭遇毁灭性打击 俄军在缺乏炮火支援 空军没有夺取制空权 猛攻猛冲全部变成乌军的炮击目标 这种损失看起来是俄军在上级强领之下的盲目进攻 阵亡超过1800人 整整一个第90坦克师报废了 这损失带来的仅仅是为400到500米的进展 而且处于灰色地带 随时被乌军夺取回去 在阿弗蒂夫卡的损失显示了俄军不是一般的拉垮 现在俄军已无法有效协同步兵和战术平台 被动挨打而使装甲部队逐个的去军事化 最悲催的是 乌军反倒向前又推进600到800米 还记录了一架俄军苏25攻击战机 同时乌军切断戈尔洛夫卡和亚西诺瓦塔亚的联系 炸毁这里的桥梁 没有后勤补给 俄军将无法在阿弗蒂夫卡发起新的进攻 在巴木特地区 乌军在南翼推进了400米 同时继续向巴木特及其周边地区推进 俄军现在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被动防守 扎不住了前线 左侧卡缅斯科方向 乌军使用极触弹药 轰炸洛布科夫 乌军继续向心肺多里夫卡以西推进 同时大量使用极触弹药发起攻击 科巴尼的俄海军陆滥队第810旅 几乎包围在这里 已经难以维系 俄军试图在库布扬斯克斯瓦托克里米拉方向进攻 但五天内也遭遇大量损失 仅在此地就至少有15辆坦克 装甲车被摧毁 其中包括三辆T90M 欧洲真领报援引北约高级官员 在联盟国家国防部长会议间隙 发表的声明表示 俄军自2022年2月以来 阵亡正在接近30万人 同时俄军还损失11名将军 以及众多中低级的军官 北约还称 乌克兰方面的军事损失远低于俄罗斯 当地时间11日 美国防长奥斯丁宣布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2亿美元的军事支持计划 包括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 火炮和火箭弹 以及反坦克5级等 奥斯丁还称 即使美国国会放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美国政府仍有权从美军库存中 提供价值50多亿美元的装备 基于奥斯丁城 2022年2月以来 美已经承诺向乌 提供439亿美元军事支持 挪威瑞典和丹麦 将联合为乌克兰购买炮弹 10月11日 挪威国防部长比云阿里尔德·格拉姆表示 挪威瑞典和丹麦 总共提供了约6亿的挪威克兰 乌克兰将在2023年收到这些弹药 格拉姆解释说 这一举措将同时帮助乌克兰提供高强度战争条件下 迫切需要的弹药 并加强其自身的工业基础和弹药供应安全 在新晋举行的第16次拉姆斯坦市的会议上 乌克兰又获得5亿美元军事援助 其中美国支持2亿美元 芬兰9500万欧元 加拿大提供1900万美元和火炮弹药和其他武器 德国还援助大量武器弹药等 挪威向乌克兰发送集成反无人机系统 以防御沙西德无人机 还有英国向乌克兰转让固定式防空系统 西班牙向乌克兰另外发送了6枚MIM-23防空发射器 还提供额外的105毫米和155毫米火炮弹药 也占口粮 发电机和冬季设备 荷兰再次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物资 包括无人机、排雷设备和弹药 立陶宛表示 很快将移交另外两座挪威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发射器 并为乌克兰提供的155毫米弹药 移交发电机和其他寒冷季节的必需品 会上比利时表示 将为乌克兰设立17亿欧元的基金 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而且该基金的钱来源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润、征税 这是贯彻用大俄的钱打大俄的策略 北约和美国都已表示将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 同时还特别强调对以色列的援助不会影响对乌克兰的援助 外界评论 以美国及北约的实力 同时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一点问题都没有 凭以色列实力区区哈马斯和俄挂齿 五次中东战争表明 阿拉伯联军都奈何不得以色列 更何况只掌控加插这么一个弹丸之地 哈马斯小政权 哈马斯这一次的无端挑衅 正好给以色列大大出手找到了理由 接下来哈马斯有好果子吃了 而乌克兰方面 乌克兰军民付出巨大的牺牲之后 好不容易坚持了一年多的阵地战以后 现在乌克兰军队开始进入反攻阶段 如果脱离了美国的援助 乌克兰有力的战争态势就会功亏一篑 这一点拜登政府还是心知肚明的 更何况以前许下的援助诺言 还是要实现的 对乌援助于美国来说 只是一点小压力 我们就是用对以色列最不利的小概率事件来分析 就算伊斯兰国家真的联合起来 围攻以色列 美国也能同时给乌克兰和以色列援助 乌克兰用库存 以色列用现役武器 美国援助双方的冲突其实很小 更何况 即使伊斯兰国家集体围攻以色列 俄国也帮不了他们 因为俄罗斯现在自顾不暇 没有俄国援助 伊斯兰国家的围攻效果也会大大折扣 被以色列再次反杀的风险真的很够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